地震重创了花莲观光产业 不过玉璃镇公所并不气馁 4月份首场部落小旅行 陪礼了优化两条游城 在今天特别开办 进阶的陪礼课程 参与的部落社区 还有餐饮旅宿业都非常的期待 热情邀约大家踊跃报名 一起认识体验玉璃小镇的故事和产业 继4月份首场的部落小旅行 陪礼课程 激荡出了7条玉璃镇特色游城 再经过优化去无存经 严选最终两条部落小旅行游城 也拍板定案 镇公所今天再度邀及 社区部落农游体验餐饮旅宿业者 为7月26号正式登场的 部落小旅行活动做赔礼准备 目前我们的报名的状况 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都有民众去报名 因为我们的名额是120个名额 所以这个名额不多 而且它的费用 就是我们的体验价格也是很优惠 有大雨农田泥水大战 部落私厨体验 也有高辽观音部落首座 打卡景点 以及参加玉璃镇 两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文化洗礼 不论住宿餐饮部落食农体验 社区文创产业都以准备就绪 要带给大众不一样的小镇魅力 我们利用这一个课程可以学习到结合整合 让在地所有的一些资源能够共享 然后进而去发扬光大 让所有一些不管是来观光或者是来恰工都可以再更多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跟一些产业的一些就是它的价值 那也很感谢这一次公所来做推广这个小旅行 把我们赤柯山的许多的商家做串联 因为我们商家有的是推广以餐点为主 有的特色是以体验为主 有的特色是以下午茶上午茶为主 所以来到我们赤柯山可以体验美食的餐点 因为每一家的餐点也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对 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2014年时任第17届镇长的龚文郡率先推动部落小旅行 成效卓著 这一次卷土重来 却面对花莲一连串天灾地变的冲击 游客不敢来花莲旅游的困境 镇长龚文郡不想坐以待毙 反而起身推动部落小旅行 希望杀出重围 这个我们讲坐以待毙 不如启动来行动 那么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本职的工作 本职的工作 他们本来就不错的 那如何能够再借助他业 周边产业的一些连结 让他做什么呢 能够变好 那么也就是简单的说 也就是说先准备 玉璃镇公所深信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目前两条部落小旅行邮城 拆钢上架镇公所粉砖公告不到一个礼拜 总共开出120个邮城名额 目前已经有超过40多人完成报名 由于名额有限 大家动作可得要快了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导